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5月28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聊一个最近呢,在中国国内吵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的小学课本啊,出事儿吧 我这两天呢,也有看到这样的一些标题 我觉得中国的小学课本能出什么事儿啊 难道说中国大陆的这个课本里面难道会有创改历史啊 煽动分裂啊,难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我觉得要是有事儿的话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所以我也没有去关注 结果呢,今天我看到有网友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然后他是说呢,关于中国最近这个教材插图这事儿还没 你为什么不说呀 说胡锡进也不说,司马南也不说 连你含眉都只字不提,可见这个水有多深 我想是什么问题啊,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就查了一下啊 我查了一下呢,哪里有说中国大陆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呢 根本就没有好吗 正好今天呢,中国的教育部官方网站就发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教育部呢,对这个问题啊,高度重视 经过研究呢,就做出来了三项决定 那这三项决定是什么呢 第一项就是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立即整改 重新组织专业力量绘制教材插图 确保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使用新教材 教育部将组织专家团队进行严格的审核把关 第二呢,就是教育部立即部署 对全国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的排查 重点是教材的内容插图等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确保教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符合大众审美习惯 第三项呢,就是畅通中小学教材问题的快速反应通道 欢迎社会各界随时提出意见建议 教育部将认真的研判及时处理 然后呢,还公布了教材问题反应的电子邮箱 这个邮箱的地址呢,是 jcwt at moe.edu.cn 从这三项来看呢,就是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 出现了问题 第二项来看呢,也要对地方的出的这些全国范围当中 地方出的教材呢,也要进行审查 那第三项就是畅通渠道了 就说全都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根据这里面说的确保教材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 从这些来看呢,看来 所出现的问题呢,是偏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是偏离了中华优秀文化 不符合大众审美 看来呢,并不是这个网友给我留言 所暗示的那个意思 他所暗示的那个意思呢 好像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教材出现的问题呢 是中国政府希望搞的 现在引起民愤了 所以呢,中国的政府呢,就极力的掩盖 就这个网友给我留言的意思 是这么个意思,对不对 那现在来说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那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我也查了一下 诶,这里面都有什么问题呢 我看了一下呢,有一个报道里面哈 就有不少的插图 比如说它的第一个插图啊 第一个插图呢,这个图是这样的啊 我给大家插出来吧 大家看一看这个图 这个图里面呢,上面就有一行字说 流汗时,你身体里的盐分也会一起流出来 所以汗是咸咸的呢 那就告诉小孩呢 我们人体在流汗的时候呢 这个盐分也跟着会出来 所以说我们的汗是咸的 那它这个图里面呢 就是一个小女孩 然后呢,伸着胳膊 这很显然是这种漫画式的夸张 对吧 那这胳膊呢,就有两个小男孩跟着舔 然后其中有一个小男孩说 姐姐你好漂亮啊 你的汗是什么味道呢 然后另外一个小孩就说 哦,也是咸咸的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没有什么嘛 就比较夸张一些嘛 因为呢,我看到这个报道里面说呀 说人们呢,为什么说不满呢 主要是说小学教材插图 说是充斥着丑陋色情 猥琐变态 那这个图就是两个小男孩来舔这个姐姐的胳膊这个呢 可能他会觉得说这个猥琐吧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太过分了吧 好像太过分了吧 小孩哎 对吧 我是觉得这张图呢 好像没有什么 好,这是这个哈 然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个啊 再来看一个呢 就是这个了 你看这个图 一个老师带着一些学生 对吧 那么这些学生呢排着队 还有一种折恩就说呢 说这张图有什么问题呢 说插图当中的小孩老师啊 对,眼睛很小 没有精神 眼距很宽 会让人将他和唐氏综合症的那个晃儿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说就是丑了 没有精神 这里面呢 你看起来这个人物呢 确确实实 眼睛比较小 眼距比较大 不是特别的漂亮可爱的那种 但是这漫画这东西哈 你还非得把它画的特别的符合审美吗 对吧 我觉得那些动画片里面的那些形象 难道说都是很漂亮的吗 小孩他又无所谓 对吧 小孩看动画片里面 里面什么青蛙呀 葫芦娃呀 那些都很美吗 也不见得了 也不见得 所以这一张呢 可能问题不大 从那个角度上问题不大 但是呢他这张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呢 还是这一次群众比较有意见的 就是在这个小学课本里面哈 刚才我不是说吗 群众就反映说 不光是丑陋 还有色情猥琐嘛哈 色情这个方面 就是呢 有一些插图里面 包括我刚才插的这个 再给大家插一下哈 这中间穿绿衣服的小男孩 你就看那个什么就画了那么的逼真 而且那个比例都不对 是吗 哇你这个画的图为什么要这样画 然后呢 说是在小学课本里面 能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现在给大家插出来 你看就是有很多啊 为什么要这样 这个问题就有点那个 就得问问那个画漫画的 你是几个用意 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给小孩 画这插图的时候 要把这个夸张成这样 有的呢还确确实实 就是暗示性的呀 不过我相信呢 就是小孩 那些小小孩 他看了这些东西以后吧 他们不会激起 他那种性联想 只不过成年人 如果你这些 是在高中或者初中 高中的孩子的课本里面的话 哇会引起高中的 那些青少年的性联想性幻想 但是呢小学的这些小傻瓜 他们还没有这方面的 但是呢这个是不应该呀 不应该这样 这个问题确实是 是一个问题 应该去把画这个漫画的人 找出来问他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准这个画漫画的人呢 他就是有一些变态 对他进行审查一下 没准他的电脑里面 有好多色情的东西 没准他有色情犯罪什么的 都没准 好这个确确实实是 不应该 至于说眼睛小啊 眼距宽的这些东西呢 我个人来说呢 我认为这个没什么 但是呢我还看到有一个视频 视频是真人的呀 人家就有一个小女孩 和他妈妈的对话 他妈妈在那录这个视频 小女孩说妈妈 你能不能跟学校来反应一下 以后我们这课本里面 这些图不用画那么丑 行不行啊 而且呢图画里面 这些小孩都傻傻的 就那种 能不能画的好看一些 确实是 你能不能画的好看一些 美一些呢 是不是 就算是这些 眼睛小啊 眼距宽呢 也没什么 但是呢 你比起你要给他画的好看一些 不是更好吗 是不是 还让我们的孩子 心情都会好一些 多好呢 不过现在呢 人民教育出版社 很显然是重视了这件事情啊 教育局啊 中国教育部啊 已经重视了这件事情 以后的课本里面呢 一定这个问题会改 一定会改 那还有的呢 确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他们指出来 画画里面 小女孩的裙子很短啊 哎呦 小女孩在跳绳的时候 那小裙子就飘起来 露出来小短裤啊 还好了 没有露出来小屁股 还是穿那小短裤 而且呢 那小短裤啊 还不是特别短 不是钉子裤 但是呢 还是希望能够改一改了 能够改正一下 那他们还提到说呢 有个小孩在脚踝的部位上呢 是有纹身的 这个呢 也不恰当 我个人也认为 这个纹身呢 好像问题也不太大 因为这个纹身呢 你可以是永久性的纹身 也可以是临时性的 对吧 这个纹身的东西 不当然的不好 我们小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我们小时候呢 经常在自己的身体上 画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小时候呢 手表是一个心悍物 我们经常在我们的手腕子上 画个手表 对不对 经常有这样的事情 在小的时候 家长哄着我们玩的时候呢 也会在手腕子上 画个手表 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也是 会在他的手腕子上 画手表 就是好玩 拿你画的这些东西 这种临时性的 还有过年过节的什么的 有时候过节的时候 我刚出国的时候呢 我看到老外 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呢 他就会在你的身体上呢 搞一个图案 有的是呢 贴到你的身体上 然后一接 形成了一个假的纹身 有的是拿一个 橡皮章似的那个东西 一盖 就形成了一个 临时性的纹身 最明显的就是呢 会在你的脸上呢 印上加拿大的国旗 刚来加拿大的是这样 我看美国其他的国家 现在的中国也一样啊 你就是去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 也是会在你的脸上 印上中国的国旗 五星红旗都有的 是不是 这些都有的 这种临时性的 在你的身体上 印一些图案的这个 我认为倒也没啥 还有教育部呢 我刚才给大家读 做出来的决定里面呢 对内容也是审查 那么我今天看到 有一篇报道里面呢 这个文章呢 我就不知道 这几个意思啊 这篇课文呢 它写的是 聪明小故事 聪明小故事 那这个内容呢 我就不知道 聪明在哪啊 这内容呢 说雄姬说 冒号 引号 主人真没用 我那么多老婆 喜欢谁就和谁亲近 主人却连一个老婆也管不住 引号完 雄姬的话被奴夫听进去了 他把老婆关进屋里 打到他求饶 之后俩人和好如初 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然后呢 底下 还有个小评论说 如果农夫的老婆不是那么霸道 也就不会受皮肉之苦了 这段课文是什么意思啊 想告诉孩子什么 跟孩子说什么的 那么多老婆 喜欢和谁亲热 就跟谁亲热 像孩子不是宣扬暴力吗 打老婆 农夫把他老婆打到求饶 你说这个篇课文 太不应该了 真的是应该审查 还有呢 就是前面我不是说了吗 群众有意见的 就是猥琐的那种 小男孩舔小姐姐的胳膊的这个呢 这个如果说算不上什么猥琐的话呢 那有一个是扁鹊治病的这个插图啊 可真是猥琐了 哎呦喂 看着真是猥琐哎 怎么把这样的印给小孩来看 太恶心了 我给大家贴出来 我也认识看了这个都会觉得猥琐 太不应该了 现在就查出来说呀 现在教育部出版这些课本啊 也不是人民出版社一家来出版 他也外包这些活 说是那些承包者呀 都有问题啊 说都是群带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这里面有人有意要这么做 来读画我们的孩子吗 他们家孩子不要上学 不要看这个课本吗 这里面是不是有点上纲上线啊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反正呢 中国真的是应该把课本这个事情呢 要重视起来 虽然说这里面呢 还没有什么政治性的啊 但是这些内容真的是需要整改 真需要整改 还有的呢 就不知所云 你比如说有一个课本里面 有一个图呢 就是好像是爸爸到学校去接这个女儿 然后旁边有一段话呢 真是不知所云啊 想传他什么意思呢 这段话是说 爸爸平时总加班 根本没时间管我 那天开完家长会 他非要和我谈谈学习 我抱怨他只知道散养我 没资格和我谈学习啊 他真诚的说 他的确想圈养我 只是他亲自饲养的时间少 以后一定改进 这段话什么意思啊 想说什么呀 想给孩子们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 想让孩子接受什么呀 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里面画了一个中国地图 这个中国地图呢 画的就是一个大公鸡 一个大公鸡呢 然后呢 还要画一只脚 很显然和地图的实际的 不完全一模一样 这是不是教育部所说的 政治方面的把关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是特别的大 如果说国家的主权版图 容不得开半点玩笑的话呢 那这个插图确实是不应该 除了这个主权的严肃性问题的话呢 我倒觉得也没啥 倒也不会对孩子们形成什么恶劣的影响 有很多人呢 就会拿中国呀 任何的一件事情都会来进行炒作 其实呢 这些教材他们的存在都已经很多年 这是2014年版的小学教材 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八年的时间了呀 八年的时间就是最近这件事 才吵得沸沸扬扬 这中间呢 应该是也会有家长有意见 也没准这里面有老师也会发现 哎呀这里面会有意见 但是呢都没有引起重视 那这一次呢 不知道哪一个有影响力的 把这个话题给他吵起来了 我不知道炒作这个话题的这里面 会不会有恶意的那种 不管怎么说呢 这件事情对中国教育系统来说 有了一个积极的影响 这个视频跟大家聊一下俄乌局势 俄乌局势呢 有这么四个方面的内容啊 第一方面呢 就是前线的情况 第二方面呢 是乌克兰政府泽连斯基他们的反应 第三方面呢 是美国这边的情况 以及俄罗斯对美国的反应的互动 第四方面呢 就是关于那些地下的大鱼 现在在俄罗斯是什么情况了 好 第一方面呢 先说这个前线的情况 前线的情况呢 前两天跟大家说了哈 俄罗斯方面呢 是把他们打散了 单独形成一些小的包围圈 那俄罗斯管这个呢 还起了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 叫小锅战术 小锅呢 就是炖肉的那个锅呀 特别形象的就是说呢 把这些肉放到小锅里面 分别去炖 那同时呢 还看到俄罗斯方面 还用一些宣传的战术 一个呢 是通过那个特殊的炮弹呀 把传单打出去 打给这些乌克兰的军队 让他们看了这个传单以后呢 瓦解他们的心智 而且呢 给他们指出一条投降的道路来 另外一方面呢 俄罗斯方面还开着战车 战车上面布置了那个大喇叭 用那个大喇叭呢 跟乌克兰军队喊话 通过这么两种方式 进行攻心战 这个攻心战呢 也挺有作用的 有很多的乌军呢 就投行了 那这两天呢 跟大家说了哈 北顿涅斯克市 这个城市呢 已经包围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些投降 有一些呢 就跑掉了 不知道跑哪去了 据俄罗斯这边说呢 已经分三面给他们包围的 但是呢 有一面 它是一条河 这条河呢 一共有四座桥 其中呢 三座桥已经被俄罗斯给炸毁了 那有一座桥呢 现在是由俄罗斯来控制的 所以说呢 他们是跑不了的 但是我看到呢 有记者在现场采访 那这个北顿涅斯克市里面的市民呢 有一些很显然呢 他们是乌克兰族的 他们就在抱怨这个乌克兰军队 他们说跑掉就跑掉了 根本就不管这些老百姓 老百姓还抱怨说呢 说乌克兰的总统 还说他们是英雄 这是哪一门字的英雄呢 把老百姓扔了 自己跑了 那现在呢 因为有一些乌军投降了 有一些乌军呢 逃跑了 现在在北顿涅斯克 他这个城市啊 东部以及南部 现在没有人把守 俄罗斯的军队已经进入了 顿涅斯克市的街道里面 从东边以及南面进去了 等于说呢 那这个包围圈又进一步的缩小了 估计很快 这个被顿涅斯克市就拿下了 也没准明天的这个时候 就收到俄罗斯国防部的报告 被顿涅斯克市已经完全拿下 那被顿涅斯克市 它和另外一个城市 叫利西昌斯克 是隔着这个河 两个城市呢 紧挨着的 好像是那种双子城似的 就隔着一条河 本来呢 这两个城市可以互相呼应的 如果说北顿涅斯克市 受到攻击的话呢 利西昌斯克就可以从那边打炮 隔岸打炮 现在呢 如果把北顿涅斯克市拿下 那利西昌斯克呢 也就自然而然的就拿下了 好 这就是前线的情况 那前线的战事的情况呢 就决定了谈判桌 那乌克兰方面是一个什么反应呢 乌克兰的总统就说了 前线呢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然后呢 他就提出来说 我们应该面对现实 他希望能够和普京面对面的 进行讨论一些事情 请注意啊 他是这么说的 那同时呢 我们又看到了 他谈判团队的这个领头的呀 就是总统顾问 总统顾问在前两天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这个谈判呢 是完全听从总统的意愿的 总统让怎么谈就怎么谈 可是呢 今天我们看到 总统说呢 他说我们得面对现实 要寻求谈判 但是呢 这个总统顾问他说了 他说呢 和俄罗斯谈判 就是耽误功夫 和俄罗斯谈判 即便是达成一致意见 达成一个协议 也是一文不值 那就很显然 泽连斯基呢 和他这个总统顾问 他两个的说法呢 是完全矛盾的 那克里姆林宫方面呢 就表示说 你们自己先商量好吧 你们自己这种自相矛盾 是你们乌克兰 不愿意谈判的 你现在泽连斯基又提出来说 面对现实 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先商量好了再说吧 那同时俄罗斯方面就是说呢 泽连斯基的这一些表态呢 实际上呢 是向美国表态的 他总是呢 拿这种说 我要谈判了 或者说呢 我要后退了 我要投降了 或者我要逃跑了 用这些话的语呢 其实是来刺激美国的 希望美国呢 你赶紧采取措施 如果你不采取措施的话 那我就要谈判了 这也确实是呢 很符合逻辑 我多次说过啊 这个乌克兰 他这些年以来 他甜美啊 他真本是没学到 但是呢 这种玩弄画术的这一套呢 他还真是学到了 他很善于来玩弄画术 来刺激和操弄别人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了 他说的这些话呢 能够传播出去啊 能够在全世界呢 有听众 其实呢 也是西方利用他 利用他这张嘴 你比如说前两天 他在达沃斯论坛上面的讲话 然后呢 他们西方全都站起来鼓掌 站起来鼓掌啊 而表示呢 对他是非常的尊敬 非常的崇敬似的啊 实际上呢 这就是西方在制造这么一个氛围 制造一种政治正确 来孤立俄罗斯 孤立中国 以及孤立这两个国家 同一个阵营 那在达沃斯论坛上面呢 德莲斯基讲完了以后 他们都站起来鼓掌 然后呢 记者就开始聚焦 有一组人没有站起来 因为他的长相呢 他们根本就分不出来 他们是谁 CNN就说呢 这就是中国代表团 他们不站起来 不给泽沃斯基鼓掌 结果呢 事后被事实还打脸 中国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在现场 中国就没有好意思指出来说 那就是越南 但是呢 之后CNN他自己发现了 那就是越南代表团 也就是说呢 他们其实就是利用这个泽连斯基 搞这种集团对抗 好 泽连斯基他玩这一手呢 也确实呢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比如说美国现在 就在考虑给乌克兰的这个武器要升级了 那前一段时间呢 乌克兰一直就想要那个远程的多管火箭炮 美国一直都不改 那昨天呢 美国就吐口了 美国说现在在考虑给乌克兰提供这个远程的多管火箭炮 最迟下周要拿出来一个决定 那这件事情呢 如果真的成形的话呢 还真的有可能会改变战争的态势 俄罗斯方面对这件事呢 也是非常重视的 拉夫罗夫在今天也做了一个讲话 认为如果美国给乌克兰提供这样的武器的话呢 那这个战争将会升级 而且呢 这个升级是不可接受的 俄罗斯绝对不会手软 如果乌克兰用这样的武器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的话 那么俄罗斯将把基辅移为平地 那战争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飞跃了 但是呢 据美国的媒体报道啊 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啊 它根据炮弹的不同 它的射程实际上也是不同的 它给它提供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它会给它提供70公里射程的炮弹呢 还是会给它提供300公里以上射程的导弹呢 因为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呢 它可以发射两种 一种呢 是炮弹 一种是中程导弹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之前呢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在冷战期间 是有一个中程导弹协议的 还记得吗 简称中导协议 那后来近两年呢 美国就不和俄罗斯来续签这个协议 现在等于说呢 它们之间就没有这个中导协议 这回给它提供的这个导弹 如果说达到900公里以上的话 这就是中程导弹了 如果乌克兰拿到这个以后 如果它部署到比如说哈尔科夫 它就能够打到莫斯科 不过呢 俄罗斯一早已经威胁了乌克兰 如果你胆敢攻击 我的境内目标的话 我就把基辅给你一位平地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 美国对于给乌克兰提供这个海马斯 是非常犹豫的 之前是断然拒绝的 现在呢 可以说还是在犹豫 因为它会改变这个战事 然后呢 我们再说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呢 在俄罗斯手里的那些大鱼 这段时间俄罗斯没闲着呀 对于这些大鱼啊 都是一直在对他们进行审讯的 今天俄罗斯公布说 有大鱼向他们供述 给俄罗斯一方呢 提供了证据 证明美国参与战争 这个消息呢 是非常简短的 没有更多的细节 俄罗斯方面也不可能公布更多的细节 他就会公布一部分 来吓唬你美国 对吧 吓唬美国 你这些大鱼 已经给我们提供证据了 你怎么着吧 同时呢 俄罗斯还公布说 在马里乌波尔的地下 发现了美国给亚素营提供的瞄准镜 瞄准镜这个东西呀 你别小看它呀 它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呀 它并不是武器上面的一个 无足轻重的东西呀 它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东西 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能大幅度的提高武器的战力 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给亚素营提供这个东西 就是支持恐怖组织的 美国你支持恐怖组织 今天呢 还看到加拿大承认 说在过去的七年期间 一共培训了三万多乌克兰的军人 这其中就包括前一阵的闹得沸沸扬扬的 至今这个媒体 以及美国的华盛顿大学 对加拿大政府不依不饶的 关于培训了乌克兰的纳粹分子的那些人 加拿大培训的这些人里面 包括亚素营的纳粹分子 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加拿大呢 变相的承认了这件事情 因为加拿大呢 就是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审查 这就是承认了嘛 好 美国加拿大支持培训纳粹分子 这个事情呢 说实在的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 可以提到联合国的法庭上去进行审判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可以提到联合国法庭上审判的就是 关于猴豆这个病毒的来源问题 今天俄罗斯又报一个大料 俄罗斯的卫星社报道说啊 说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 委员会联席主席 康斯坦丁科萨乔夫 周六的时候呢 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说 调查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议会委员会 打算讨论国防部关于猴豆流出的地方 也就是尼日利亚 美国在尼日利亚有四个实验室的这件事情呢 要进行讨论 来研究猴豆的病毒 来自于美国在尼日利亚实验室的这种可能性 如果说这里面有一定的可能性的话呢 就会提交联合国来讨论 建议联合国对美国在尼日利亚至少四个生物实验室进行调查 这是一个非常爆炸性的新闻 我相信此时此刻呀 美国的相关人员已经在瑟瑟发抖了 俗话说多行不易必自毙呀 美国你做坏事做的太多了 迟早会被鬼敲门的 诬陷别人没有用的 诬陷中国没有用的 中国是属于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中国没有做的事情 你这个鬼再来敲门也没用 我这个视频呢 继续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美国的枪支泛滥的这件事情 虽然说呢 前两天我发现呢 我就是聊美国的枪支泛滥这件事情呢 其实点击量并不高 为什么说点击量并不高呢 是因为大家不感兴趣 你美国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中国人真的对美国的兴趣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了 越来越低了 那今天我这个视频为什么还要跟大家聊一下呢 就是呢 我今天呀 看到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就是美国枪支泛滥严重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移民美国 就这个话题呢 我就想说一说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美国的这个枪支泛滥的源头呢 这两天大家议论比较多的 就是美国这个成枪协会 在美国的这个孩子呀 19位孩子失去了生命 三位老师失去了生命 他们事故未寒的时候 在昨天美国成枪协会举办他的这个年会 当然这个年会年会是每年都举办 对不对 虽然说呢 应该说之前都已经是计划好了的 但是呢 孩子们尸骨未寒 你不能取消吗 很显然 他们无异于取消啊 他们根本就不取消 如期的举办这个年会 而且呢 名流如云啊 举办的是热热闹闹啊 美国前总统川普上台讲了话 美国的著名的议员 克鲁兹上台讲了话 而且呢 他们全都是坚定的支持 美国的这个枪支泛滥 坚定的反对控枪进枪 他们有一个口号是什么呢 就说这些个枪支的恶性的案件呢 不是枪的错 而是持枪人的错 但是呢 美国这个枪支泛滥 引起来了社会很强烈的反响 不仅仅我在说呀 不仅仅有些中国人在说 或者中国政府在讨论他这个事情哈 你的人权在哪里呢 对不对 我就是看到呢 那个克鲁兹在那个 长枪协会年会上面 对他进行结问的 进行质问的 非常严肃的质问他的 那个记者是来自于哪里呢 是来自于BBC的呀 BBC的媒体 是他们那个阵营的呀 大家都对美国的这个枪支泛滥呢 就觉得说 真的是很难以理解 为什么你美国人能够容忍他 为什么说手里有权力的人 还能够容忍他 就像克鲁兹这样的 参议院的参议员 你应该去呼吁呀 你应该去推动这些立法呀 让这些孩子们不要处于这种危险的境地呀 但是呢 他们都没有 人全哪里去了呢 我今天就看到呢 BBC还发了一个长文 就是今天发了一个长文 这个长文的题目呢 是德州枪击案 冒号大规模枪击案 如何影响美国血统一代 美国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每一天都生活在恐怖当中 很多人说不至于吧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移民美国呢 一会儿我们来讨论那个问题 那美国的这些学生 他们担心不担心呢 担心不担心 我们就看看学校是如何做的 美国的学校里面呢 现在就是各种的设施 比如说他们的门呢 是很厚的那种防弹门 比如说他们的窗户呢 现在可能还不是防弹玻璃 但是呢 有人就建议把他们的窗户呢 都搞成那个防弹玻璃 然后他们的学校呢 要建上围墙 比如说这一次发生枪击案的这个学校 它是有围墙的 它有围墙 然后呢 它也有很多的措施 比如说那个门是防弹门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呢 应该把那门关上 学校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门呢 都要关上 但是呢 你百密都会有一书 当天这枪手呢 在校外就已经开了枪了 已经有人都报了案了 警察也来了 但是呢 警察发现这个枪手有枪之后呢 而且这个枪手有两只枪以后呢 警察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就不靠钱 然后呼叫了那个大部队来增援 可是呢 大部队过了一个小时才来 让这些家长们简直是心机活了啊 现在当地的那个社会 对警察的这个反应也非常的不满 后来呢 就是这个枪手围着这个学校啊 转了一圈 就寻找这个入口 结果呢 就找到了一个入口 我们经常会看到呢 有的时候呢 这个门呢 它本来是能够撞锁 能够撞上的那个门 那有的人呢 为了自己方便 有的时候呢 就在那个地方 拿一个砖头顶着 我估计呢 他这个就是 他这个门本来是 能够撞上的这个门 结果呢 就有人给他顶上了 这个枪手就从这样的一个门 进到了学校里面 那么学校呢 在之前还进行了这种演习 据说美国的这个学校啊 都要进行这种枪击案的演习啊 你说这些东西 对那些小孩的心里面 能没有一个负面的影响吗 能没有一个创伤吗 一定会有的呀 但是美国呢 这个问题 这么多年了 他就无解 我们中国人用不着 跟着美国去起这个疾 对吧 这是美国人的事 我刚才说了哈 孩子们 尸骨未寒啊 美国长枪协会就开这年会 年会上面 又对他们的枪支呢 进行展示 进行推广 进行宣传 据说这上面呢 还有一个宣传就是呢 号召这些孩子们 说使用枪支 要从娃娃抓起啊 要从小就要训练他 会使用这个枪支 那今天呢 美国又发生了枪击案了 其实美国每一天 都会发生枪击案了 只不过呢 美国就是说 他只有死人很多的 他才报道 死人少的根本不报道 比如说今天呢 我看到的报道的 有两起 二小鬼摩托的 一起呢 是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 一个毕业party上面发生的 有六个人中枪 受伤 没有人死亡 像这样的事件呢 在美国呢 就不算事 不够报道的资格 没有资格被报道 因为死人不够 他们死人呢 好像是说 起码要四人以上 才够这个报道的资格 你说人家美国 人家牛不 很牛啊 还有另外一个事件呢 也被报道了 有人说呢 那个事件呀 被报道 是这个长枪协会 推动的 为什么说是他推动的呢 他是这么一个事情 说有一个男子呢 就得街上走 他到了一个建筑门口的时候呢 就有人来阻止 说你别走得这么快 说有孩子在这个地方 那他呢 就非常火大呀 就回家了 拿着枪就来了 来了以后 到这个建筑物 这个地方就开始开枪 他开枪呢 没有打死人 但是从楼里面 就出来了一个女的 拿着他自己的枪 就把那个枪手呢 给他打死了 为什么说这个呢 有人怀疑就是 长枪协会来推动的 这么一个新闻呢 就是因为他想用这个 来说明啊 你看这个枪 它是能够保护你的 如果那个女的 这个楼里面 那个女的 如果他没有枪的话 那那个拿着枪回来 要杀人的那个人 他不还是敞开了 杀人吗 他就想用这个来说明呢 这个枪啊 是有用的 特朗普的观点呢 就是说如果进枪的话呢 就只让坏人有枪 好人没枪了 这是他们的理论啊 我原来的时候呢 也受了他这个理论的蛊惑 我也觉得说是 那坏人呢他永远都是会有枪 如果好人没有枪的话呢 那在坏人的面前 你就非常的无助了吗 你就请党的他来杀你了吗 以前我也是觉得 哎这个话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 你想想看 我昨天还看到哈 美国都有一个议员 昨天他也出来说 他说呢 你想想看哈 咱们就是用小放大 就说核武器这事 核武器全世界 你不能每个国家都有核武器 现在是进着核武器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如果是用美国这个枪的这个理论 就是你说 不是枪的错 而是使用枪的人的错 那你要说 不是核武器的错 而是使用核武器的人的错 对不对 那就应该让每一个国家 都有这个核武器啊 大家不就安全了吗 用美国这枪的这个理论啊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 不能让每个国家都拥有核武器啊 尽管你哪一个国家的一个领导人 能是个神经病啊 对不对 能是杀人犯啊 那不可能啊 你怎么着 这个国家领导人 他得比那些开枪的那些人 对没有那么疯狂 比他要理智多了吧 对不对 但是这核武器也不能够扩大化呀 不能扩散这个核武器啊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嘛 但是呢 话也说回来了啊 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说呢 我们不反对美国持枪 美国要持枪就持枪去吧 跟我们无关 那接下来呢 我就是想说哈 美国既然是如此的糟糕 他们的枪支泛滥如此的严重 人们如此的没有安全感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移民美国呢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国人也留在美国呢 那有的人呢 甚至还问我韩梅啊 有的人不知道我是在加拿大 以为我在美国 有的人会问我说 那你为什么还待在美国呢 那我就舍身处地的想想 假如说我现在是在美国的话 我现在会不会离开美国呀 我想我是不会 为什么呀 就和我现在不离开加拿大是一样的 我已经是来到了这个地方了 如果我要回中国的话呢 第一不是我想回就能回的 中国不见得要我呀 中国就不要我呀 第二呢 就是我要回中国的话 我很多东西都已经失去了呀 不能和我没有出国一样的 明白吗 好 现在就说回来哈 假如说我如果现在我是在国内 我面临着我是否移民美国的话 No 这个答案绝对是一个No 我不会 我不会 那么现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 他们会移民美国呢 或者换一句话说哈 就是这些个移民啊 移民美国也好 移民加拿大也好 后悔不后悔 这是我们这些移民 自己问自己 互相问 被问 很多遍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出来以后呢 你后悔不后悔 后悔不后悔 大家不是所有的人出国了以后呢 都比在中国要好 都比你留在中国的你的同学 你的同事要好 大家必须承认这一点 绝大部分人出国之后 从工作方面 从社会地位 从经济地位 这三个方面 别的咱们不说 就说这三个方面啊 绝大部分人 是不如你在国内的同学和同事的 是不如的 跟我一样 是老移民的 可以给我留个言 你告诉我 你如果不出国的话 你的这个社会地位 你的政治地位 你的经济地位 会不会比现在好 对于我来说 这是肯定的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我出国之前 我是以为法官男人都知道 对不对 我的社会地位 我的政治地位 我的经济地位 都会比我现在要好 然后呢 就回到了 说绝大部分人 这三个方面 都是不如留在中国 那么大家后悔不后悔呢 大家安慰自己的 普遍的一个安慰点就是 冲着孩子 我们移民也值了 我们是第一代移民 第一代移民总是要做一些牺牲的 是不是这样的 那些没有出过国的人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呢 移民的这些人 这些第一代移民像我这样的 应该说 这是我们安慰自己的一个理由 冲着孩子也值了 为什么说冲着孩子也值了呢 就是因为啊 我们认为美国 加拿大呀 澳大利亚呀 还有英国呀 教育比中国要好 教育比中国要好呢 其实这里面 如果你进行一个科学的分析的话呢 其实也不见得 但是呢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 一个作为普通人看这个问题 你最想看的一个就是 美国那些世界排名前面的学校 要有很多呀 有很多 你的孩子呢 要上这些世界排名 很靠前的这些学校呢 就成为可能 假如你要是在中国的话呢 你要考上个清华北大 你真的是 你的孩子可能可能性就很小 比如说我的孩子 他上的是加拿大最好的一个学校 就是多大 所以说呢 很多人就是说呢 哎呀 就冲着这孩子就值了 甚至呢 有一些人在半移民 在国内已经有了社会地位 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那些人 你就问他们 你为什么要移民 有很多人说就为了孩子 明白吗 说你要问后悔不后悔的话呢 就是冲着孩子的教育 而不后悔 否则的话 肠子都毁清了 在美国有什么好 有的人说 哎 美国富啊 美国富和个人富是两码事 好吧 是两码事 好吧 说实在的 如果说你是个人才的话 你在中国你说你富了不 你说你富了不 你也富了 可是你到美国 你一定会富吗 别的我们不看 我们就看八九六四的时候 那些学生领袖 他们有几个在美国富了的 他们在美国就是叫花子好吧 有好多的这些男的 现在都成了老男人了 对不对 好多都是单身啊 连个老婆都没有 明白吗 你说他们是怂人吗 八九六四的那些学生领袖 是怂人吗 他们不是啊 可是呢 他们在美国非常的惨 就是在去年美国发大水的时候 在美国地下室里淹死那一家三口 那男的 在中国他就是名牌大学毕业 在中国的某研究所 还是个副所长 到美国捡垃圾 一辈子都住在那地下室啊 结果一发大水地下室 就把他淹死了 如果说没有这件事的话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 对不对 像他这样的多了去了 在中国呢 在中国呢 也算是个人才 但是在美国就是叫花子 建垃圾住地下室 有多少从中国来的那些人 那些老男人 还和别人分租那个房屋啊 你明白吗 有多少啊 有多少的中国人在中国都是比较优秀的人才 到了美国以后就跟那送餐呢 餐馆打工啊 等等等等啊 知道不知道 你说他们后悔不后悔 他们后悔 他们也不会告诉你后悔 而且呢 他就是仗着 躲在这个电脑后面 在网上骂中国 他们能不骂中国吗 中国好了 他心里面得有多么的不平衡啊 好 再说回来一个问题哈 就是说美国的枪支这么泛滥 然后你就冒着生命危险 生活在美国 那你还不赶紧逃走 他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那么回事 之前呢 我们就说 美国的机构公布的 到目前为止 美国因为枪击事件 而死亡的人数呢 达到了17000多 比乌克兰这个战争死的人 还要多 但是呢 并不说明说 你在美国生活 每一天你就冒着枪林弹雨 不是这样的 你可以算一下呀 对不对 美国 我刚才查了一下哈 2020年 美国因为枪击事件 死亡的人数呢 是1.93万 就不到2万 很显然今年呢 比2020年要多了不少 对不对 2020年一年是1.93万 可是呢 到5月15号为止 已经有1.7万了 今年死的更多 就说他今年 咱们就说他死3万吧 今年他不会死3万啊 咱们就说死3万啊 听起来很多很多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看 就这个疫情啊 美国动辄这一天 死三四天 美国多的时候 死个5000左右 一天哦 一天就死5000左右啊 美国的疫情呢 现在算是下去了 我刚刚就又查了一下 就在昨天 美国新增的确诊人数呢 是138,749 新增的死亡是602 602啊 就说他 他现在这一天 因为新冠都要死602啊 他到目前为止 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 已经100多万了 这个比这个枪击死亡呢 要多的多了 对不对 可是呢 那些美国人 还反对戴口罩啊 反对戴口罩啊 反对打疫苗啊 反对隔离啊 你说 得这个新冠死亡的可能性大 还是因为枪击死亡的可能性大 那肯定是 因为新冠死亡的可能性大呀 但是他们怕吗 他们不怕呀 他们都不怕新冠的这种危险 他能怕那个枪击吗 其实到每一个人呢 不是那么明显 你不是说你上街就是枪林弹雨了 也不是 所以啊 这个是为什么 还有人要移民美国 这些已经移民美国的 并不会因为枪支犯烂而离开 因为这个 就好像说 你开车上街 发生交通事故呢 而死亡的那个概率 有可能比枪支这个可能还要高 但是呢 你会拒绝上街吗 不会 你会拒绝开车吗 不会 这是一样的道理 虽然说枪支泛滥 让人死亡 这个危险性呢 没有那么高 但是美国这个枪支泛滥呀 造成的死亡啊 真的是白死的 本来可以避免的嘛 人家没有一个国家是像这样的 我就看那个BBC的记者呀 当时就去问那个克鲁兹的时候就说 说你美国呀 在枪支管理啊 避免犯罪这个问题上呢 做的非常的糟糕 你作为一个议员啊 你们这个政府啊 做的非常糟糕 结果克鲁兹说啥 克鲁兹说 我很遗憾你认为很糟糕 但是呢 我们认为我们做的挺好 他说 民主党所提出来的那些方案呢 没有一个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些枪击案的 他说 好 再次的说回来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 中国大陆的人 很多人 并不关心你美国怎么样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Nobody cares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收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